就是这味道的传惠一定会喜欢 我手里头顶状啊 粉质数一数二细腻的 这就是扒的巨狼 就牢牢的扒在你脸上 嗨 大家好 今天视频就是一期非常非常久违的爱用品分享 我掐指一算记录 上次更新是在2月份 大概已经有四五个月 没有更新这个栏目了 所以这次呢也是诚意满满啊 绿色 无网 放心看 就是来总结一下 我这阵子用的比较频繁的一些东西 很多东西我可能已经非常非常面熟了 Yes 再插一句昨天洗的头 感觉这些头发特别的蓬生 首先来给你们分享这个香水 是我给超哥买的这个欧龙 他们家非常火的一个味道 叫做无极无龙 首先吸引我就是它这个颜值很好看 有没有它这个皮套颜色也很好看 打开来呢 它的频身也是一种非常清澈的蓝 然后它的味道呢 就如它的外观一样非常的清澈 就当时去专柜闻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味道 超哥一定会喜欢 没错就是这么自信 但是我喜欢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 我来给你们形容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呢属于一种比较清冷的茶香调 同时呢又夹杂着一些活泼一些温暖的柑橘的清新味 对所以它的味道其实并不单调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喷完之后 就会有个阳光大男孩出现在你面前 穿着白色的衬衫 特别的干净 像它的话就不太适合那种气质特别沉稳特别成熟的那种 许有可能是30岁以上的话 我觉得喷它会显得有些稚嫩了 同时呢它也是适合女生的 因为它属于中性调 果不其然当超哥一闻的时候觉得好闻 接下来呢再给你们分享这几个月 我用的比较频繁的一些护肤品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养生糖的化树质喷护 其实像我这阵子用的喷护比较多 就是这个养生糖和仪廉的那个 但是仪廉那个太大了 这个我有变协妆 然后来超哥照我就把它戴上了 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不会喷完之后感觉就喷了个寂寞 也不止只是单纯的保湿 我感觉它给我肌肤带来那种 极克舒缓的一个效果很好 因为现在它里面是含有大量的一个化树质成分嘛 所以呢就是当我脸不泛红啊 或是比较敏感的时候 我都会拿它来喷 喷完之后感觉整个脸都会镇静许多 然后它的喷我真的巨细巨细 我拿我的头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能看到吗 接下来呢就是精华 首先就是这个Drunk Elephant最像的B5精华 像这个话我从年轻就开始年前 一直一直用 我一般会喜欢拿它来当做我的沉浸护肤 所以像B5精华它主要是起到一个维稳 然后保湿力的作用嘛 包括前一阵子我会直接刚做到光 就是光子嫩敷 就是光子嫩敷后一周呢 是不能使用其他功效型的护肤产品 然后注意防晒 然后深度保湿这种之类的 像我现在的护肤都会比较精简 就是会喷一个喷雾 然后呢再用B5的这个精华 我家里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B5非常好用的 就是那个福瑞达的B5精华 这两个精华 我先去喝口水 对付小豆 小豆你怎么肥肃 小豆 就是肌肤比较敏感脆落的时候 就是Drunk Elephant这个B5和福瑞达 那两款都是轮值用的 首先来说它外包妆我好喜欢 就是有一个非常清澈的蓝白搭配 然后它的开关设计我很喜欢 那么一旋转这么一挤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肤感也非常舒服 它解开来呢是这种透明的一个乳液状 肤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无负担 我现在呢差不多吃完光子 厚的一周的最后一天 等我肌肤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 我基本上还是拿它来做我的一个成肩护肤 像晚间的话我就会恢复到 用一些比较功效性的一些产品 然后这帧子搭配的这个面霜呢 也是香皮卡这个花盐面霜 这个也是我用的第二瓶 这瓶马上要空瓶了 像它的话也是起到一个舒缓 然后抗炎啊抗敏 然后深度补水的一个作用 对于我来说 万一我肌肤本身没什么炎症嘛 所以它的一个舒缓呢 补水保湿正好是我想要的 打开来呢 还是闷一丢丢 大概就是我两个晚上的用量 所以呢我就会给你们展示了啊 大家给你们讲一下 它的保湿力度非常的好 但是呢像混油机用也完全不会油腻 然后我觉得大干皮的话 是用它滋润度非常够 用完之后你第二天整个脸 这个肌肤还是非常的透亮 然后香皮卡也是主打纯天然嘛 所以像我肌肤现在那个状态的话 用它就是非常非常合适 就是价格有一点点小怪 当然预算不足的话 你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再来分享两个我超级喜欢的通勤防晒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RMK他们家新版的一个防晒霜 我觉得它是我用过雾化结合防晒霜 肤感做的最最最最好的 因为实在是太清爽了 它挤出来呢就是这种白色的乳液质地 但是你推开来之后呢明显感到那种很清爽的一个水润感 真的完全不会黏你 然后会有一丢丢的润色效果 但基本上不是不怎么明显的 然后它的沉默速度贼快 我觉得像它的腹干啊 无论是油皮都会很喜欢干皮也是ok的 然后像它里面呢是含有酒精的 但是大家不要太害怕这个成分 像它这个量控制的很好 就是完全不刺激还是很温和的 如果你本身就是对于酒精这个成分很ok的话 用它就没什么问题 还有一支呢就是我做完光子嫩肤一直在用的一款 这个防晒酸就是秀肤生的这个 因为像它在韩国属于院线级的嘛 就是你做完医美或者是激光束后都是可以用的 它也是物化结合 但是它的肤感相对于RMK的话 就会更加的贴有一点点 但是它也不属于特别特别油腻的那种 我觉得像混合肌啊 包括混油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大油皮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油润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润色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推开来呢就是你涂抹完之后 会比你原本的肌肤呢要亮一个度 但上脸之后呢不会让你感觉有那种假白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觉得它上完之后整个脸还是非常润的 后续跟妆的话也是非常的服贴 最主要呢就是它用起来会比较放心 像敏感期也是完全ok的 接下来呢再给你们分享 我近期很爱很爱的两款底妆 一个是苏库的新版粉霜 还有一个是这个ZEN的奶酪无瑕粉底液 首先来讲这个他们家新版粉霜嘛 其实像他们家旧版我之前用过也非常好用 我觉得相对于旧版的话它会更加的水润一点 像苏库他们家的粉质真的没有话说 是我手里头底妆啊 粉质属一属二细腻的 真是可以打造那种麻生好皮 同时呢它的遮瑕力度其实还挺在线的 属于中等 像小瑕丝化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的 就它打造出来那种肌肤细腻 妆感是真的很漂亮 就显得你整个肌肤状态就是很健康 然后它的一个抗氧化能力也很好 就是基本上你白天上上什么样 它晚上回来就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我近期很喜欢用的一款平价底妆 就是这个ZEN的奶酪无瑕粉底液 它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扒的巨牢 就牢牢的扒在你脸上 同时呢它的持妆力很在线 然后像它的遮瑕力呢属于中等偏上 它的妆效呢属于半芽奶油级妆效 虽然说它说它适合所有复制干皮油皮都OK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混合剂 以及油皮吧 我觉得像干皮的宝贝一定要做好一个妆前保湿 用它呢一定要分区上妆 因为它说它这款笔妆是回沉膜 我是发现如果你不分区上妆的话 你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再去上网的话就容易拍不开 我的色号呢是01号色 它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偏白的 不过呢就是你到了晚上可能会有轻微的暗沉 但是这个暗沉程度呢我是完全能接受的 就是越到晚上你越出油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妆效会比你刚上妆的时候更好看 然后就是遮瑕 接下来遮瑕呢我分享两个超级喜欢的遮瑕 一个是德意的这个遮瑕 其实像德意他们家很稍微很喜欢 也是分之非常细腻的就是遮瑕力呢稍微弱一点 所以呢我这次还是选择了suko 然后跟你们说它这个遮瑕哦 巨无敌润巨润巨润 像这个偏三文鱼的颜色呢 遮黑眼圈就正正好 而且它遮盖力也不错 就是你用它来遮完全不会出现那种卡文卡粉的现象 然后像这个颜色的话 我基本上会混合这两个颜色来遮一些痘印啊什么之类的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润和贴 就非常适合眼不容易干燥的包子们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乐德的针管遮瑕 我真的是非常的out 因为它已经活了很久了 也是我从年前还是年初开始用了 我就觉得超级好用 首先它的遮盖力是真的非常强 就是无论你是那种严重狭子机用它都是完全ok的 然后像它呢属于那种素杆型的嘛 所以你就不要等它过一会再把它推开 就是你上完之后呢立马要把它推开 它就不容易卡粉卡文 因为它遮盖力很好嘛 所以用它就感觉很安心 傻傻似的把你遮得严严实实的 当然它还有一点想吐槽 就是它这个管口啊特别容易喷出来 所以呢每次用完之后 我都要及时给它清理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就是以前说的暗沉 其实我自己用下来感觉就还好 但是我一般的话 我是习惯先遮瑕后上底妆 所以对于暗沉这一块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如果你是想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换一下遮瑕和底妆的一个顺序 接下来就是这个腰质的粉扑 我发现现在我们国货的粉扑做的越来越好了 自从我接触了这个 还有EVERBOB的那个三角粉扑 美妆段基本上很少用 首先呢它我来说一下 它们这个是有一个蛋黄派和一个菠萝派嘛 像蛋黄派会比这个菠萝派要更加的厚实一滴滴 不过我这两个都很好用 然后我随意带出来一个 像它的话就是触感非常的柔软 它沾水之后呢它的齿级会比之前要大很多 沾水之后它的面积呢就是比较大 像这种脸盘子比较大一点的女生 就是上中素贼快 还有一点就是它不怎么吸粉 它就能把这底妆的遮瑕力保留的最大 还有呢就是什么 还有什么 让我想一下哎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 对特别适合跟那种就是 像我们夏天用的一些遮瑕力比较强 控油的底妆 打出了一种比较厚重的面具感 同时呢它清洗非常方便 比美妆带的方便多了 它的触感啊就是非常柔软柔软的 像一块松柄 很有弹性 然后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真的很好用 接下来我的爱红眼影盘 大家应该能猜到吧 能不能 它出镜率真的老高了 就是这个NYX的乌托邦 我觉得它这一盘就是随时能让我有新鲜感的一盘眼影盘 但它里面配色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包含了一下我们经常画最实用的那种大地色系啊 或者这种粉粉的蜜桃色系 还有各种冷色系啊暖色系都有 它的粉质呢综合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其实有个别的雅光色绘 比较偏干涩一点点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上妆 然后整体的显色度呢属于中等 还有它的亮片色也非常的出彩 那给你们刷一刷的闪片色 然后它的性价比很高 这么一大盘是100多块钱嘛 虽然它的体积比较大 但是走那我还是愿意带上它的 特别是你出去旅行是吧 特别你在海边想画一些比较跳跃的颜色 但是有时候你会想画个不那么 就比较日常的话你用它都是ok的 最后来给你们分享两支 我近期非常爱涂的口红唇 首先就是一支MAC的997 它出镜面是贼膏 它是属于甜酷 就是又可以很奶 同时呢又可以酷酷的那种奶 叫什么 这个叫奶咖色 偏灰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 它就是一支很好看的奶咖色 先给你们手臂试一下啊 它这颜色真的超级显气 就是属于那种偏棕调的奶茶色 然后像这个人物蛋系列 它这个唇釉的刷头呢 就是这种葫芦型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特别好涂 但同时也不会难涂 但实际上这个颜色 它一般是不怎么提气色 但是呢 如果你画了一个奶茶色系的眼妆的话 就显得你整个妆容很有肺域感 因为这样 还有就是它非常非常适合当做打顶色 然后跟其他颜色叠涂 叠涂出奇迹姐妹们 因为我嘴巴比较薄嘛 我喜欢用手指把它把它变硬开 像我自己薄图一层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就像这个颜色比较是那种偏气质的女生 或者是走甜裤啊 或者是走欧美风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适时很好看 然后它这个质地呢 也是不怎么显纯纹的 双纯就是那种人物的质地 然后呢就是近期让我非常惊艳的国国 就是有卡兹兰他们家这个甜蚊系列 就是无论从它的颜色或者质地都让我很满意 然后关于他们的色号呢 会是究竟很久 就随意挑出一支AM16 也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它是这种带一点柿子红的颜色 虽然它是那种雅光纯约 但它质地属于非常清凉的这种 完全不会厚重 相往的话还是叠头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两颜色混在一起还是很好看的啊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属于那种柔物质地 也是完全不会显纯纹这种 像薄唇的妹子真的可以试试浅色打底 然后呢就再用明亮鲜艳的颜色 跌吐在唇中间 这样的嘴巴呢看起来会比之前呢要表满很多 其实现在还挺开心的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这两年的国会 是做的越来越好 无论是从化妆品还是护肤品 至少在于我自己的化妆包里或者是洗漱台 他们的占比也属于越来越多 也能看出来他们做产品 有些品牌的确是非常用心的 非常棒 给你们点个赞 OK那么这次的我的爱用品就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我们给到你们的参考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